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比如说我们有蛮多的佛教徒 也有蛮多信奉上传佛教的佛教徒 那所以整个社会的氛围 其实对西藏人来讲 其实是比较友善的 所以就会有蛮多西藏人 会希望能够来台湾这边安身利益 那其实就第一批 台湾就是处理那个 就是西藏人的居留的 大概有三拨 就是第一批 第一批大概是比较早期来的 那他们是在大概2001年 2001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因为 就是陈水扁总统执政的那个时候 然后台湾那个时候 大概有109位吧 就是那个原王的藏人在台湾这样子 那因为2001年 达赖喇嘛尊哲就是来台湾这边访问 那所以就是也算是就是第一 一部分是为了就是解决 就是西藏人龙藏人就是居留的问题 那一部分也算是 就是给达赖喇嘛尊哲的一份礼物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陈水扁总统 就是用特色的方式 让这个109位藏人能够就是获得居留 然后后来也可以拿得到身份证 那这个是直接处理的这样的方式 就是直接给身份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在这一批藏人的居留问题解决之后 那后来还是陆续会有一些流亡藏人会来台湾 那第二批的藏人的话 大概是大概大概是到200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透过修改移民法第16条的方式 让这批藏人能够就是因为他们是很多是五国籍的状态 就是他们他们也他们就算是流亡在印度或者是尼泊尔 他们也没有印度或尼泊尔的国籍 对那时候他们其实是算是就是我国籍的状态 那他们来到台湾之后 我们就以就是我们要要就是保障我国籍人民的 我国籍人士的人权这样的方式 然后用移民法第16条的方式给他们居留这样子 那可是因为就是像这样的方式 就是一部分就是可能大家也要考虑到台湾的外交处境 就是说台湾的外交处境其实也是蛮尴尬的 那那当然就是比如说印度啊 那印度政府那边可能也会有一些 对于就是说台湾直接给予拘留的这个部分 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或是压力 所以其实这个门它就越说越小了 到后来目前第三批的时候 我们就是政府这边愿意给给拘留的方式 他的审查就会变得越来越严格 那这个其实也凸显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台湾我们目前对于流亡障人的 就是比如说你要如何让他们取得拘留啊 然后他们的审判方式 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 比如说一个一个办法 完整的一个办法去去处理这一块 那所以就会变成说很多事情都是用个案处理的方式 就是个案审查的方式去处理 那也会让就是在台湾的这些 自由在台湾的这些流亡障人 他们会无所适从 不知道说他们到底下一步会去哪里 他们也不知道说他们会卡在 目前的这个状态要多久 所以就是几乎就是 而且他们因为在这个状态下 他们没有取得横法的拘留 所以比如说他们可能就不能工作 因为你工作的话你必须要 在台湾的话就是拘留跟工作是一起的 你要先取得拘留你才可以工作 对啊那如果你没有拘留的话 你所有的打工啊这些都是被罚打工 那被罚打工的话这个被抓到就是 你可能就是会被就会面临比如说被遣返啊 或者什么样的状况这样 对那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取得拘留 对于在台湾的这些流亡障人来讲 都会有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一定要在来 陈大读中文 我要特地感谢新的台湾人权连线跟台湾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分享我们身为难民的经验 就是我第一次跟各位分享这个经验 所以我的分享和我的教授是三个不同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会分享的经验是 基本上很多的基督人在印尼谊 在印尼谷经验的经验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经验会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想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大概藏人在印度会有这样的经验 跟怎样的生活 那首先第一个部分是以难民的身份出生 我在1988年的8月在印度一个庇人的地方出生 那我跟很多以前就是跟我同样出生的人有一样的经验 不过身为一个难民表示我无法用护照 我有一些机会是不是跟其他印度小孩不一样的 那这是身为难民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的父母亲他们也常跟我讲他们逃离西藏的过程 他们如何翻山越岭没有足够的食物衣服 然后同时还要担心来自就是中人民共和国的迫害 然后常住们这样非常值得经验 我还在这些后面都看见恐惟 在我的妈妈听见的 当她听到中国兵的印度森林的印度 在中国的印度里的印度 在印度里的印度 她说我她维静不过 但在2014 印度和民迫的媒体提醒 中的印度和印度是指数 在中国的印度里的印度 在印度里的印度 她说我这些人是又来的 我试试 她说我们在印度里的 現實的中國和中國的關係相對於1950年 中國不能在日本的中國大陸進入境界 而中國大陸進入境界 中國的疾病或中國大陸進入境界的疾病 繼續在日本中坡壁中的強烈 到我們來講這些經驗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他眼睛裡面的那種恐懼 尤其是當2014年中國在中印編輯有些動作的時候 我媽真的很擔心中國人又要打侵害他,又要來侵害我們了 那當然說她有跟她媽說明說現在的國際情勢跟中印之間的關係 跟那個時候是不一樣的,不會有發生這種事情 可是很明顯的1959年中國入侵西藏的時候 那種恐懼跟創傷還存在著 但是,好像一千萬人的中國人 研究中國學中文五年了,可是印度是印度了 所以除了上課之前用中文的環境很少 我的學生們群裡下課以後互相交流的時候 我只是用英地語,所以我沒有進步的環境 所以我2007年就實施在申請台灣大學 可是我們拿的IC的路坑差不多是沒有的 所以我一直在試試試試試 就今年因為他們的幫助下我們成功了 我自己的目的也是如果我會學到更好的中國的話 我起碼可以說對中國政府可以說我想要說的事情 我在明安獨大學的時候 我跟好幾個中國留學生交流過西藏的問題方面 如果我們用英文的話,他們的英文也不是那麼好 所以跟他們聊天,跟他們交流很困難 所以如果我這麼不好的中文也很有用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為講中文的水平更好的話 我會有一天我會先我們好幾個大列朗的代表去過中國 他說我也會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你們也會了解吧 如果我還在西藏的話 我不會有那麼經驗學習的機會 所以雖然我們在一個南民,在其他國家沒有什麼 對我自己來說 我今天晚上回去的時候 這是在正德的宿舍 明天我回印度的話,我沒有自己的家 所以什麼都沒有了 可是在我們外面 雖然我不在我自己的家在西藏 可是在外面的地方 我有自由的權利 特別是學習的機會 所以有一天 我自己相信有一天我會有這個機會 跟中國當政府面對面 我想要說什麼 這是我的路,謝謝 很抱歉他今天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那因為他不在國內 那他開始思考說 在台灣我們 因為過去就是 可能真的藏人朋友們在台灣的處境是非常辛苦的 那的確有很多台灣的NGO朋友會協助 那包括在每年的310 就跟藏人朋友們合作 可是我們沒有覺得就是 藏人朋友很時常跟我們說謝謝 但是我們沒有覺得我們幫助他們很多 反而我們覺得好像我們做得太少 但是我們從他們身上學習到了非常多的精神 所以我們就不希望再組一個什麼 我們就希望組的一個平台是一個平等的人權的平台 所以我們的名字叫做 Human Rights Network for Tibet and Taiwan 就是我們很期待是說 當然如果台灣人能夠盡一級之力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幫助新藏人 那我們更知道 藏人朋友們可以給我們一些支持跟鼓勵 而且我們也很期待藏人朋友們 對於台灣的各式各樣的支持 所以我們叫帳牌連線 所以我們在2016年成立 那當然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為在裡面的每個成員都是不同的NGO的成員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謝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們一直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我們活動可以辦得下去 然後對 我們真的希望每個月每個月都可以至少有一場活動 那每年到了2月3月的時候 在310之前我們當然活動更多 那希望可以喚起台灣的意識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 除了就是我剛才也談到 就是我們大概不會 我們心裡面當然希望西藏的狀況更好 那我們大概也真的無法在這個時刻忘記香港 所以後面有一個Open券 叫GENIN的GEN 他們有一個活動就是可以應付香港加油 台灣加油的GENIN 那如果等一下活動結束之後 你們想要的話 那可以就是去做這個GENIN 那也非常謝謝他們 就是今天把這個活動帶來我們這裡 那讓大家更多人可以參與 好 那在開始之前 好 那在開始之前